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我們這集同大家看個案件。 這個案件就講緊大陸有一對富豪夫婦好心收養了個棄嬰, 結果這個棄嬰成年之後竟然犯下重罪。 這個案件就叫做上海嚴豪傑事件, 發生於2020年3月20號。 當時上午9點, 在上海浦東的一個監控裏面, 就記錄了一個畫面。 這個畫面就是馬路旁邊居民樓, 有一個黑煙不停冒出, 可能就起火所引致。 為什麼會突然起火呢? 是否人家煮飯沒有三質? 看監控角落, 就看到有個男人掙扎著想衝出去阻攔, 然後亦都想進去這個居民樓。 他不是什麼熱心市民, 因為冒煙的稿戶人家入住著他唯一的寶貝女小樓。 但遺憾的是消防人員盡力救援之後仍然救不回他, 他就是這樣死了, 只有27歲。 小樓的父母很傷心, 他猜不到這種喪女之痛會發生在自己身上。 這宗案件是否這麼簡單的起火案呢? 在火災現場, 劉小姐的驅體就被消防人員找到。 令他們覺得比較意料之外的是, 身上有幾處致命傷痕。 經過調查之後, 傷口來自一把水果刀, 即是說這宗案件不是單純意外起火, 而是有謀殺性質的案件。 知道這件事之後, 小樓的媽媽就哭了這麼說, 殺了人都算了, 還要把房子燒了, 燒死了女兒, 她是震了這麼說的。 而警方就很努力去查這宗案件, 終於就找到嫌疑人的身份了。 身份公開了之後, 他猜不到這一個嫌疑犯的身份特殊, 原來不是其他人, 原來是小樓的老公嫌豪傑, 結婚三個月, 是處於蜜月期來的喔, 為何會犯這樣的罪呢? 人們開始猜殺人放火是否感情不和呀? 小樓的父母反對, 她是想回以前, 這兩個人感情好深的, 平時的女婿文質奔奔又有禮貌, 而且雙方都住上海, 來來往往又好方便安發當日。 這兩夫妻是一齊住, 好開心好愉快的, 懷疑是不是嚴豪傑在她溫和表面之下, 其實是一個惡魔, 可以令到她一瞬間反面呢? 而這個案件是發生在疫情期間的, 當時是在做封控呀, 防疫之類的事, 上海浦東人民檢察院接到這件案件之後, 進行一個遠程審問。 在電視機上, 嚴豪傑的樣子好像什麼都無所謂, 她說到自己現在什麼都不想呀, 就等窗閉, 搖途這樣說的, 一些愧疚之心都無的, 好像講人家的事一樣, 面對這樣的態度, 警方很疑惑, 嚴豪傑是否有精神病呀? 如果不是怎會這麼反常呢? 但做完鑑定之後, 醫生說她在生理和精神上都是一個正常人, 於是乎不斷追問她了, 嚴豪傑終於講出自己, 殺人的真實原因, 竟然是為了錢, 為了多少錢呢? 25萬, 她是想用這筆錢, 但老婆不給, 於是乎她就拿把水果刀去刺了自己老婆, 難道是因為她窮, 為了這筆錢, 急紅了眼, 所以才謀殺自己老婆? 那這個嚴豪傑到底是甚麼人來的? 原來她是上海人, 家庭是幾好的家境, 父母開廠, 生活優越, 一年級開始, 她在市區的私立學校讀書, 一年的費用四五萬, 二十幾年前, 即是說她一個學期的費用幾乎是很多人, 整年都賺不到的, 而她結婚之後, 父母為了減輕兒子的壓力, 就拿了七十萬彩禮出來, 由此可見, 他們兩夫妻的物質條件是非常豐富的, 為何為了二十五萬, 就要動手殺自己老婆呢? 後來警方繼續追查, 竟然是挖出了一個秘密, 這個秘密是連嚴豪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, 嚴豪傑的父母跟警方說, 其實兒子就不是她親生的, 是在安徽領養回來, 她本來自己有個兒子, 但因為白血病一早腰折, 媽媽再次懷孕, 但也不幸流產, 唯有抱養了小朋友回來, 有兒子兩夫妻開心, 亦是想彌補自己沒有小朋友的缺陷, 就把感情投射到嚴豪傑身上, 不僅給他一些豐富的物質, 亦是小心翼翼保護著他, 比較幸運的是嚴豪傑遇到好父母, 他們為了嚴豪傑鋪了一條好好的路給他走, 但就沒有教他怎樣好好地走路, 不算他好上進, 完全可以繼承家業或創業, 但現實就是他做到的事好差, 他一路讀名校入大學, 但讀讀下他覺得悶和煩和父母提出退學, 而他的父母就用了好大筆錢, 將他送到英國留學, 等他接受和國內不同的教育方式, 就是希望兒子翌日可以成才, 出國留學之後, 嚴豪傑依然都不上進, 連畢業證書都不要, 自己回大陸了, 其實如果他繼續讀下去好像以前那樣, 他是收不夠學分, 依然拿不到畢業證, 所以他覺得自己與其讀大學去浪費錢, 不如回家休息吧, 而他的養父母竟然沒有覺得嚴豪傑任性散漫, 而是在自己身上找理由, 再次為他找出路, 而他父母跟他找了一份工作, 人工一個月三千, 剛才都講過了, 嚴豪傑家中很有錢, 他對於這份工作好嫌棄, 就算自己是廢柴, 沒有任何技能都好, 但三千元一個月真是看不上眼, 後來他父母知道了, 原來兒子沒有做過一份工作, 但他就覺得好奇怪, 兒子明明每日都出門, 到底去了哪? 早出晚歸, 他這幾個月是辦到積極上進, 但原來他已經染上賭隱泥足深陷, 嚴豪傑沒什麼賭博經驗, 而且賭錢方面越賭越輸, 但他覺得自己一定可以贏錢, 他幾乎是投入了自己全部身家, 打算玩鋪大, 結果輸了, 不得已之下就要借大耳東, 爭落巨款, 加上利息一共二百多萬總額, 甚至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老爸有大腸癌的消息, 都沒有特別傷心, 他老爸有癌症, 這時候他仍然決定幫兒子撿手尾, 一口氣還了全部負債, 而兒子嚴豪傑也跪在他面前寫了保證書, 而他老爸嚴豪傑又再次心軟, 之後這段時間嚴豪傑好像迷逃之反浪子回頭, 做了個好男人, 2020年他認識到劉小姐, 大家結婚, 開始新生活, 但是好景不祥, 去到結婚的第三個月, 再次失控他的生活, 而且是出現到剛才一開始那一幕, 他老婆媽媽就哭了口說了, 他說如果知道, 女婿是個爛倒鬼, 由手好閒毫無上進心, 是無可能把女兒嫁給他, 他很自責, 女兒的婚姻和條命, 就是這樣毀在他手上, 他就問他親家, 質問親家為何要隱瞞嚴豪傑是爛倒鬼這個事實呢? 原來嚴豪傑的老爸在兒子結婚之前, 他曾經是有想透露這件事的想法, 但是他再次心軟, 令到兒子有機可乘, 欠債的時候, 他同兒子說, 如果你能夠改頭換臉, 認真工作, 自己才能夠幫手還錢, 如果不是, 就告訴女方父母知。 嚴豪傑這個人是滿口謊話的, 他當然就什麼都答應了老爸, 因為自己不用再擔心那些利息, 不用再擔心負債, 而老爸竟然相信了他, 覺得兒子要改頭換臉, 就同意了兩個人的婚姻, 就連左輪右里, 都認為嚴豪傑為人和善, 見人就笑, 對人非常之友好, 完全沒有任何暴力傾向。 原來在笑容後面, 他是人前一套, 人後一套, 他再次因為賭錢, 搞到一身債, 第二次爭落賭債的嚴豪傑, 就開始被債主步步進逼, 於是乎他走老去到老婆留女士的娘家, 真是外父外無家, 就以跟老婆送飯為理由, 搞盡老汁, 就想問他拿25萬去頂一頂數, 但老婆想不到自己的男人竟然是個爛賭鬼, 心非常之不舒服, 牛小姐仍然在想, 老爺有癌症, 他不願意把錢丟下去還債, 但老公嚴豪傑完全不理親情, 心在想怎樣找到錢, 讓他可以繼續賭還債, 而嚴豪傑見到桌上有把生果刀, 就想著嚇嚇老婆, 怎知老婆無被他嚇壞, 依然不同意他的行為, 見到這個情況他生氣, 於是乎就一而捅下去, 而為了掩飾罪行, 他用打火機燒了外父外無家, 就這樣走出來了。 而他老婆知道兒子犯了這樣的罪行之後, 依然相信他有機會改過自身, 就帶了他去警局自首, 好了,癌症晚期啦, 他依然還相信兒子會改過, 他告訴警方, 就希望癌症能夠再維持多一段時間, 讓他不要這麼快死, 處理好兒子件事之後, 或者幫他鋪上後路之後, 讓他安心去啦。 而其實這個男人, 他所做的任何事, 父母是離不開責任的, 因為是不斷不斷縱容他, 如果當時有逼他好好地讀書, 會變成現在這樣嗎? 就算去到外國他回來, 你同樣可以逼他讀書的, 這件事沒有衝突的, 讀不成書就繼續讀, 讀到讀到為止啦, 好過你這樣幫他還200萬啦, 就算你養他一輩子, 要他讀得完書讀到博士, 分分鐘都用不到200萬啦, 就好像打工那樣, 你知道他走了的, 其實是可以想辦法要他繼續去其他地方, 甚至乎第一筆賭債200萬, 已經不應該幫他還呢? 其實就算你不幫他還你自己有錢的話, 都沒什麼問題的, 兒子就老賴, 老爸老母有錢, 都沒問題的, 但是每一次都幫他執手尾, 每一次都去縱容他, 搞下搞下, 他就覺得每件事都有人幫他執手尾, 每件事都有人幫他處理咯, 是個價值觀完全錯了, 所以就演變到現在的情況咯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